一粒小小的中藥滴丸 是如何实现全链条的数字化升级的呢 让我们去产线上去找找答案 在中藥提取车间 药液从单身和三漆等原材料中提取出来 这一过程却要不断萃取浓缩 整个车间里却几乎见不到操作人员 实现了自动化的控制汇载机 替代了一些以前由人工目测 和手工操作的一些流程 中藥才提取 这是滴丸诞生的第一个环节 目前在制作滴丸的全流程中 数据采集点位达到了2100个 单批数据采集量将近20万条 数字中藥不仅体现于此 在滴质环节 自主研发的超高速滴质生产线 已经来到了第五代 药液经过压力 从高度涉流 就可以想象是一条准线 出过我们的高频震动器 进行均匀的切割 切割成均匀的液滴之后 会到米其辣油 会为冷雷的这个铃性均匀 进行冷线收缩 平常均匀的滴丸 目前第五代超高速滴质生产线 每秒钟的滴质速度 能够达到1300例 较上一代生产线 产能提升了将近20倍 此外 智慧生产系统 还会对关键参数跟踪采集 以确保丸形质量达到统一标准 从药液的提取到滴质成丸 再到罐装 包装乃至仓储 数字化 智能化 已经渗透到了生产群层 而除了生产 新药的研发也有了大模型的帮助 我们是把所有的胶主油的患者 脑胶主油的患者 基于筋的层面 对他们进行了重新的分类 然后我们把它当中 非常有特征的这个筋 提取出来 做成一个模块 拿这个模块就可以去指导 我们更多药品一个开发 企业研发的数字本草中医药大模型 通过云计算等新型技术手段 将老中医的处方标准化 推进中药从筛选 优化 到临床全研发链条的 证据挖掘辅助决策 把中医药理论 通过这种大模型来以后 进行的融废 它这种理论的指导下 可以进行新药的虚拟的刹刑 从而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 和新药研发的紧确性 看看没关系 YES 感谢观看